謝謝榮教授的問題 非常難的問題 大家好 因為現在的學生 第一個在我們教育制度下 還有在家庭的 這個父母的保護下 在學校的保護下 這個學生非常的驕貴 所以他第一個要具備的就是說 意志力要堅強 不能去職場的時候 現在不能講罵 因為以前我們可以罵 以前我們學徒的時候 老師不可以打 可是現在打跟罵都不行 所以你第一個要具備的就是說 你要能接受到人家語言的欠借 欠借 就是說你東西做不對的 主管是用合法的態度跟你講的時候 你要能接受 因為現在有些學生 是連你跟他講說你做錯了 他都不能接受 他都崩潰了 就是說意志力要堅強 我們不要說有鋼鐵辦的意志力 但是意志力真的要堅強 第二個就是時間 因為你來從事參與 不管你要不要學什麼技術 第一個你要考驗到的就是時間 因為上班的時數 你要說你今天做的是外床 或是做的是西餐 他可能有一頭半 一頭到可能加起來九個鐘頭 包括吃飯跟你休息的時間 有九個鐘頭 但是一般中餐來講都是兩頭半 我有一個好朋友 也算我的學生 在開餐廳 他說他interview的這個進來的這個員工 很多現在都年輕人 他說你們是什麼班 他說我們兩頭班 兩頭班很厲害 他說我要一頭班 我早上來上班 我下午五點我就要下班 我的朋友就反問他說 你兩點到五點這個時候 我們沒有上 就是說沒有接課的時候 要怎麼辦 所以他就說 這個應該是個成本的問題 也是 我覺得是國家應該要解決 因為現在一必一休以後 把這個 反正勞工學生或者實習生 包括你老闆 還有管理階層 在對於休假方面 就是說怎麼樣排這個價 怎麼樣消化這個價 怎麼樣讓這個兩頭班 可以持續 因為兩頭班是我們中餐 很傳統的一個班 因為中餐好像都沒有一頭班 除非飯店 飯店會排一兩個兩頭班 不會排一兩個一頭班 因為我們中午空班的時候 以前我們做學徒的時候 有那種當班 當班沒有錢的 比如說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 我們在學徒的時候 你兩點下班 你兩個人 土地要留下來當班 當班的時候什麼 我們可能牛尾還沒有煮好 你要把牛尾顧好 我們要煮那個豌豆 你豌豆要把它煮熟 不能讓它焦掉 你什麼東西再蒸 時間到你把它拿出來要關掉 這個就是在當班的這個學徒要做的 但是現在你要要求學生說 你兩頭班要留下來繼續做 我們是要付到終點費 但是兩頭班要那休息的話 我們在雅多有一個傳統 那時候我站的時候 一、二十年間 給五十塊 那時候我們給五十塊 所以你兩頭班的人 你只要空班 都有空班金鐵五十塊 但是以現在來講 你空班兩、三個鐘頭 你給五十塊 人家是不滿足的 但是你說空班 你要給他一個來一百六 一個小時一百六 對老闆也是有負擔 因為你這個東西要 一個人在這個職場上 是不是要有一個效率 你有沒有你生產效率 你在這個休息的時間 你不但就沒有營業 結果我們要付錢給你 所以這個就是說 勞工、老闆跟管理階層 有一個看怎麼樣的 三年 這個就是學生 在學校教育方面 也要讓他知道說 你去這個飯店 或是到餐廳 會分到兩頭班的狀態 要讓他對說 兩頭班就是我們本來 中式的一個很傳統的一個班 所以怎麼樣他能克服這兩頭班的問題 所以你學生出去實習 一個是意志力 一個就是這個兩頭班的問題 謝謝 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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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 我想基本上剩下時間 大概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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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